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一节课带着大家简单了解了一下 我们MySQL中的存储引擎 主要介绍了一下我们常用到的三种存储引擎 以及各自存储引擎的有缺点 好,那有了存储引擎 包括我们MySQL中的数据类型 了解了这些之后呢 那这节课我们就可以来实现 创建一个简单的数据表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来看一下 那创建一个数据表 你看到CreateTable IfNotExists 加上你的表名 接着呢给字段起一个字段名称 接着选择一个合适的数据类型 那这个完整性约束条件呢 我们可以先不用看 那最简单的一个创建表就可以实现了 那也可以通过安锦来指定一下 我们存储引擎的名称 包括通过ChargeSite 来指定一下我们的编码方式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来创建表了 但是呢 在写这些色后语句的时候呢 不建议大家直接在命令行中来写 因为什么呢 当你创建表的时候可能字段很多 当你写错的时候呢 你需要 还需要一行一行来找 建议大家在哪呢 在我们的文 找一个文件中来写 对吧 或者说在专门的编辑器中来写 也可以的 写完之后粘贴复制过去即可 当出错的时候呢 也好调错 那接着我们来看 就拿我们这个之前写过的这个 学员表为例 我们一起来创建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 学员表 那首先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Circle文件 当你想写Circle语句的时候呢 你当然是文本文件写 也可以 那我们可以使用专门的Circle文件 点Other 选择一个Circle Development 接着有一个CircleField 点Circle结尾的文件 点Next 起一个名字写成一个Test 点Circle 点Finish就可以 你看到这样一个Circle文件呢 我们就创建成功了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来写上我们的内容 写上我们创建表的一个Circle语句 那首先呢 表我们知道了 是我们数据库最基础的组成部分 当然你喜欢这个表呢 你需要知道 我们把这个表 创建到哪个数据库中 放到哪个数据库中 所以说你的表 一定是放到你的指定数据库中才可以 那接着我们先看一下 当前我们已有的哪些数据库 把没用的 我们可以删掉 像ABC MAS1 MAS2 Test1 这些没有用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Job Database 写成一个ABC 一个 再来MAS1 MAS2 包括Test1 这是我们之前 在说数据库是自己测试的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接着再来打开这个数据库 再把我们的表 创建到指定的数据库中就可以 那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来创建一下 那接着先交给大家一个注释 在买Sircle中 我们的注释只是两种 第一种可以写警号 接着呢 后面跟上你的注释内容 那接着看到注释之后的内容 不会被执行 你可以在那写成一个 像Select No 那接着如果前面你有注释的情况下 它就不会被执行了 你看到 你回车 它也不会被执行 那第二种形式的注释呢 也可以通过 杠杠 加上我们的注释内容 同样的 注释之后的内容 不会被执行 写成一个杠杠 Select一下 Database 也不会被执行 这是我们买Sircle中的注释 但你的注释内容中呢 就不要再有像警号杠杠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先来写 创建一个数据库 创建 麦子学院 麦子数据库 通过 Create Database 或者Skammer If Not Exists 加上一个 Math 你看到 当你这些关键字写正确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红色的 所以说一个好的编辑器呢 也能给你提示 错误提示 帮你校正 假如你写错了 你看到是一个黑色的 Exists 可以指定一下默认的编码方式 Default Corrector Site Utf 创建成功之后 再打开指定的数据库 Use一下 Math 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Math学院中 来创建我们的选表 创建选表 写注释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写上一个user表 表中都有哪些字段呢 我们在这已经写了 像编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地址 包括我们的邮箱 薪水 是否结婚 我们可以把字段放到这 编号 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ID 接着再往下还有 用户名 起一个名字叫user name 或者你叫name也可以 接着年龄 我们可以起一个名字 h常用的这些单词比较简单 性别 可以起sex 包括邮箱 可以起email 还有地址 可以写add 再来一个生日 包括还有薪水 接着一个salary 接着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看一下 电话 差不多了 是否结婚 再来一个电话 写上一个tile 是否结婚 我们可以写上一个married 这是我们的字段 首先你给字段起了一个名称 接着你也可以给这些字段 选择一个合适的数据类型 那我们在键表的时候就可以来写了 首先创建数据表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加上你的表名 我们叫user表 当然这个名字呢 包括我们的数据库名称 你可以使用反译号 注意是反译号 把它扩起来 包括你字段的名称也可以 你看到数据库的名称 用这个反译号扩起来的作用呢 就是防止我们的名称和我们这个mysuckle的关键字冲突引起错误 你也可以把它加上 示范和名称有关的都可以使用反译号来把它扩起来 那再往下 可以在最后呢通过engine来指定一下我的存储引擎 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默认的使用的是我们的默认的存储引擎 也可以通过charsight来指定编码方式utf8 那接着呢 在这儿就开始来写上你的字段 先是字段名称 接着呢 是我们的字段类型 当然你先写id 什么类型呢 假如说保存我们mysuckle的这个学员用户 那可能有几十万了 我们选用的是smallnt 最简单的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还没有加上完整性约束条件 那第二个再来username 用户名变长的 这已经分析过了 存储二十个字符 也就够我们用了 第三个年龄 age tiny nt 大家当然知道呢 应该是没有复数的 因为年龄没有复数 接着再往下 性别 sex 性别我们说了 可以用到什么呀 美举类型 enumber 男 男 女 保密 但是呢 在这还会有一点问题 当有中文的时候 我现在这给你写了 当 需要 输入中文的时候 不管是键表 还是我们插入数据的时候 有中文的时候 需要先临时转换一下客户端的编码方式 那转换之后呢 从当前位置开始 一直到我们关闭都有效 那通过谁呢 通过site names 临时转换成gbk 那首先你先看一下 当前我们的编码方式 是不是都是UTF8呀 当你通过site names gbk之后 你再来查看 客户端的编码方式 包括连接端的编码方式 已经变成gbk了 这时候你再输入中文的时候 就不会报错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只针对于当前连接有效 而且是从你设置位置开始 到之后有效 好 那接着再往下 下一个是我们的地址 是邮箱 email 当然呢 这个字段顺序的没有要求 写上邮箱 VX50 多个字段之间 以逗号来分割 再往下是地址 ADDR VX 200 接着呢 是生日 那生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假如说只保存年份的话 可以使用我们的year类型 写上一个birth year 再往下是薪水 薪水呢 可能带有小数 我们可以使用浮点数 float8 逗号2 接着再往下是电话 tail 电话呢 你可以选用整形 也可以选用字符刀 那我可以使用整形来保存 最后是否结婚 写成一个married 那我们是否结婚呢 我们说过 my circle中没有布尔类型 但是可以使用tinynt 括号1 代表是否 是布尔类型 那接着在这呢 也交给大家一个字段的注释 在这再给你写 字段注释 通过comment 给字段 添加注释 comment 加上注释内容 好 那接着我就给他来添加一个注释 comment 0 代表未结婚 1 代表结婚 非0 代表结婚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你看到 这样一个表就已经成功了 那首先呢 如果你直接 把这个创建表的语句 在你的命令行中来粘贴 你先看一下 是否打开了数据库 当前你看到 没有打开数据库 那接着你把这个命令 粘过来之后 你回车 报了一个错误 报的错误信息也告诉你 no database selected 没有数据库被选中 我们说了 当你建表的时候 一定是告诉我 这个表要创建到哪个数据库里 所以说 首先第一步应该干嘛 应该先选中我们的数据库 接着 再把这个表 创建进来 那好 那现在我就整体复制一下 好 你看到 成功了 首先呢 在这 数据库 创建成功 打开成功 接着这个表也成功了 那如何证明 它已经成功了呢 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 当前数据库下 已有的数据表 查看数据库下的数据表 通过谁呢 通过show tables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写上一下 show tables 你看到 当前 麦子学院数据库下 只有一个表 user表 证明 创建成功 那接着我们也说了 创建一个表 其实呢 是相当于在我们词盘上 创建了一个文件 不信的话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c盘 program date my circle date 在mess下 就会多这样一个文件 user.frm 那这个呢 你看到 这.frm结尾的 刚才我们在介绍 存储引擎的时候 是不是也讲过 我们的表结构 是不是存储在 我们这个frm里边 对 那现在呢 你只能通过专业的软件 才能来查看 这样一个文件 你直接打开 或者说 你说拿文本文件 打开 是不可以的 假如说 我拿这个打开 你看到 你是查看不了的 这样的形式 必须得通过专门的软件 才可以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创建了第一个表 没问题 再来写一个 再创建一个简单的表 创建一个课程表 我们mess学院的课程表 那都有 叫什么呢 叫concers 也有编号 我们可以叫id 或者叫cid 接着课程名称 接着再来一个 我们叫做concers name 还有课程的描述 concers dnc 好 那简单的这三个字段就可以 创建一个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加上一个concers 如果说你不指定 我们的存储引擎 包括我们的编码方式 默认使用的是 我们的innoDB 包括默认的编码方式 使用默认的存储引擎 和编码方式 那接着第一个cid 选用 假如我们课程有几百门 假如说200多门就够了 那我们可以选用tinynt 等以后不够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来修改 这个字段的类型 包括字段的一些 完整约约条件也可以 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到 再来 concers name 那课程名字呢 可能不固定 我们可以选用VX 但是50个字符也够了 包括课程的描述 concers dnc 我们可以选用 VX 200 那现在你再看 这样一个表 就创建成功了 那接着我再想查看一下 有哪些表 可以通过show tables 两张表了 没有问题 简单的实现了一下 创建最简单的一个手机表 那之后呢 这些东西我们还会再变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首先先把这个创建表 来实现一下 自己把这个用户表 包括这个课程表 创建成功 那接着呢 在这再给大家留一个 再创建一个什么表呢 创建一个分类表 新闻 分类表 再创建一个新闻表 你可以先自己想 有哪些字段 那分类表呢 假如说我们叫做 Cate CMS的Cate 那新闻表呢 叫CMS的News 你可以自己来设计字段 包括自己来设计这个 字段 我可以给你写这吧 编号 自己来起名字 包括分类名称 分类描述 简单的 不涉及到五线级分类 那这个呢 再来编号 新闻标题 新闻内容 包括这个 新闻的发布时间 点击量 是否制定 再来 像 好 新闻所属分类 哪个管理员发布的 发布人 名称 发布人 这样的形式 把这两个表呢 下来之后 大家也要尝试着 把它创建成功 好 那下节课呢 我们就带着大家 表有了之后 带着大家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 不同的数据类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